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客户可以进行关注 孩子是血脉的延续,是未来的象征 也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现如今社会因为经济这个条件和身体状态等这种原因 使得现在很多人宁愿做丁克一组,也不愿意要孩子 但是有些人却想要,但是不能如愿 今天我们来从首相的角度来看一下哪些女人的子女跟子女缘分比较薄 首先一个,指甲没有光泽 其实人身体的健康状态很大程度上能从小小的指甲可以看出来 指甲没有光泽不仅代表身体缺乏微量元素 而且也是说明该女子的身体不具备良好的孕育条件 跟子女缘分比较薄 第二个呢,从首相的角度来讲是没有结婚线,没有婚姻线 婚姻线不像感激线那么明显 但是呢,尽管它不会引人注意 但是呢,还是大多数人对它的存在也是非常的关心 婚姻线影响的是恋爱,结婚时间等等方面 那么虽然婚姻线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婚姻 但是呢,如果是女子的首相当中啊,少了这条线 很有可能就是跟子女啊,没有缘分 从而跟这个婚姻生活留下了这个很大的遗憾 还有就是万恒纹 万恒纹有断裂或者模糊不清 万恒纹就是手腕的这个恒纹 这里有断或者是这个模糊不清 那么往往是运势会更加的这个 会跟子女的缘分啊,比较薄,比较浅薄 这种模糊断裂的情况 第四个呢,就是生命线的底部啊 就是末尾,尾端啊,有断裂 尾端有断裂 纵横交错啊,我们这个熟悉的婚姻线 感情线,财运线,生命线,健康线,智慧线等等啊 生命线呢,不仅代表这个健康的状态 也能体现出这个突发的一些事故 包括一些病变啊 如果是女子掌纹当中生命线尾端出现断裂 这种断裂 那么就,包括纹路也不清晰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女人,这个女子呢 跟子女的缘分比较薄啊 怀孕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讲是 绝非易事 好了,有关这个跟子女相关的一些纹路呢 和首相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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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